今天请教波机 所以蓝白河还有戏吗 蓝白河破局了吗 还没有完全破局 因为今天这场记者会 虽然柯文哲 就是说嘴巴上还是坚持 他们的这个全民调方案 但是他最后 这个陈志涵是有补充说 如果国民党愿意谈全民调 他们还是会愿意的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两边就 我觉得基本上 侯友宜看起来是说 这个接受三个媒体的专访 然后呢拿出这张选票 然后呢说 哦我可以当富的 对啊这是不是让步了 好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怎么样 侯友宜当富的叫比较让步 不要忘记哦 柯文哲是说谁赢哦 谁全拿哦 所以柯文哲是连富的都可以不当 所以我说两边哦 其实目前都没有明显的交集 可是因为过去 其实有很多人 侯友宜没有自己说过 但是过去有很多人说 侯友宜不会当富的 所以这时候侯友宜说 如果这个用我采取的民主投票方案 如果你能够胜出 我愿意当富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啊 因为侯友宜那个是有备而来 他是准备了一张选票 对啊印好了啊 对对对那 来我给大家看哦 这是一位民进党的前立委 今天在脸书贴的哦 他注意看 不是看这个图哦 是看上面的文字哦 你看请摄影大哥上面一点 他说什么 他说党员啊 这是民进党的前立委简兆洞 他说党员啊 这组比较软啦 支持这组比较软 他支持谁 柯文哲 他支持柯侯培 也就是说民进党要开始动员了 只要民主初选民进党会动员投票 好不管今天 不管今天民进党要往谁身上灌 这个模式 如果今天 这个是民进党前立委 台中的前立委叫简兆洞 他在脸书直接呼吁党员 到时候去灌票 我觉得国民党要怎么说服 这个制度会是一个 不会被灌票的制度 因为你也说全民调会被操作啊 没有他现在说 没有你现在说5050 但是两个都被灌 对那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不管今天是侯友宜期待的 还是柯文哲期待的 最后这个结果是民进党要的 我说的是最可怕的是 结果你们以为在谈合作 结果呢是民进党决定了 你们的合作的结果 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吧 两边明明为了合作 吵得乱七八糟 最后民进党的人说 我们来支持哪一组 如果今天结论是由民进党操控 大家不觉得可悲吗 大家不觉得可悲吗 现在民进党的前民代 已经开始带风向 今天不管他要灌给哪一组 是民进党会有这个动机 动念 我相信今天即使是民调 我都相信民进党 都会用这种方式 大家在这个电话 唯一支持某某某 一定会 对 可是我说现在问题就来了 现在就是考验两边的智慧嘛 如果你今天两个都采用 他两种模式都会动员的时候 你蓝跟白如果今天要谈说如何把这个干扰降到最低 这是双方智慧的展现 比如说以现行国民党说我们已经准备好有钱的问题 有这个地点的问题 他说这些都是小事都可以解决 那你请告诉我如何避免灌票 如何避免绿营的组织性动员投票 你只要跟我讲这个 我觉得只要能够讲出这个 让大家释出这个 就是说疑惑解除 我相信民众党可能相对来讲 搞不好他最后说 可以啊那我们来谈比例 如果这个 如果是他现在要各办 如果变7-3你要不要 比如说民调7 然后这个民主投票3你要不要 我说其实这些都可以谈的 可是现阶段最麻烦的就是 如果一方坚持要全民调 一方坚持一定要有这个初选 很抱歉再谈下去就没有 就双方是在平行线 这就没有谈判的结果 所以我说关键都还是要让 那让到什么程度 侯友宜今天他愿意说他愿意当副的 可是我还是怀疑 那个刚刚我们讲 我们刚看到那张选票 为什么是科猴跟猴科 这个会是民众党愿意接受的选票样式吗 其实连这个我都怀疑 连这个我都怀疑 因为对柯文哲来讲 他可能觉得说没有 我输了我就连副手我都不想干 因为侯友有讲 他说这样子侯科科猴 在同一张选票上才是真的蓝白盒 因为他的支持者要看到侯友宜才会投 对好 可是问题就来了 今天柯文哲他也许不想要当你的副手 他觉得说他不想要当副总统 那可是他说他如果他今天他的方案叫做 我愿意推荐一个人来当你的副手 你要不要接受 所以我说你今天连选票都做出来 是不是表示蓝营只有这个选项 我说这个其实是谈判的细节 两边是要去谈的 不是用喊话的 你今天用媒体去喊话 对谈判没有帮助 所以我说现在如果最后又变成是 互相推责任 是你不要 是你不要 是你破坏蓝白盒 如果今天只是为了抓元凶来谈合作 那这场合作注定失败 然后我还是要再强调 我认为我一直都很悲观 我一直都说蓝白盒 基本上几率已经很低很低了 那就各自选到底了 反正谁的票低 明年就是谁是战犯 大家就一起唾弃他 在野阵营最后 如果賴清德继续执政 就是民进党继续执政 我们就把那个战犯 让他滚出政坛 就这么简单 因为现在关于蓝白盒这件事情 侯友也说方法都可以谈 重点是 柯文哲要同意两个人绑在一起 侯友宜讲 柯文哲说输了就退选 他说这个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这违背了蓝白盒的初衷 以及选民的期待 如果少了任何一个人 两方支持者的票 要如何投下去呢 那么同时候也还特别强调了 就说国家认同也必须要一致 但是双方的政策可以存益 侯友宜认为两党要合作 在理念上可以求同存益 理念上的必要之同 就是国家认同的部分 例如他主张中华民国宪法反对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要追求两岸和平 备战不引战不起战要避战 这点两党在合作上必须要有共识 那我们看到稍早的时候 柯文哲也开了记者会 那当然也有问到他说 针对蓝白盒是否破局了呢 柯文哲没有把话说死 表示说对他来讲 也是希望事情快点解决 另外呢他是这样讲 他说我是希望月底前可以解决 还有不分区啊副总统也要解决 如果一直压着到时候没有办法选 所以第一个还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速解决 那我们的这个老朋友网友 CYYC 走内进来 他说不必初选 不必全民调 直接现实谈判 谈不成就不合 洪威姐怎么看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越来越不耐烦 不耐烦真的 觉得歹戏脱棚 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 那是不是干脆速战速决清理战场 大家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现在这种声音其实是越来越多 但是大家也知道嘛 有六成的民众还是希望说 蓝白有合作的机会 然后能够下架民进党 所以呢我们就是继续做朝这方面的努力 那我觉得侯友宜昨天 因为他是接受这个极大纸媒 三大纸媒 纸媒啦 纸媒的这个访问 然后这也是侯友宜第一次 非常清楚的去陈述 他对于蓝白和他的看法 他提出他的条件 你可以讲究他的条件 还有他觉得他的底线是什么 因为过去的话 大概都是断解残篇 就是大家这个堵麦 那他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那很多大家都看到 都是什么侯伴在发新闻稿啦 或者是这个党中央讲什么什么 那但是对于这个主帅 这个候选人 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那他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个三个专访里面 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刚刚就讲了说 其中有一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他没有坚持 我一定要选政的 那其实这么长久以来 我们一直觉得说 可能这一次选举会出现斯卡都 也就除了这个赖清德 非绿阵营里面 因为三组候选人 大家就说因为你们都坚持要选政的嘛 没有一个要退让嘛 没有一个就是为了要为了大我嘛 每个都要选政的 那有什么好谈的呢 那最后就是火车对撞 那所以今天终于有一个侯友宜告诉你 他说我愿意为了要蓝白河 我没有坚持我一定要选政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让步 你不能说这不是让步啊 不然你柯文哲你也说我不坚持我选政的 你郭台铭也讲说我不坚持我选政的 我从头到尾没有听到其他的候选人有这样讲啊 好那至少侯友宜他说我不坚持选政的 好接下来那可能大家觉得说你还是很硬啊 你不选政的那不是柯侯佩就是侯柯佩 那他也把他的底线说出来 因为他认为所谓蓝白河应该是合作 而不是淘汰赛而不是赢者全拿 那我觉得这一点侯友宜他有没有这个资格 或者他该不该说这句话呢 我个人认为这些话也不是太离谱 我必须讲也不是太离谱 因为他不坚持选政的 但他希望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一个蓝白河 就是不然就你看嘛长起来不是那个所有的民调都是 柯侯佩侯柯佩可以迎赖多少 是不是大家大部分的人也是这样的期待 而且即便不是国民党人也是这样期待 对不对 好那所以他认为说所谓的合作就是应该我们两个人 谁也不要跑 那谁如果输掉 不管是透过民调或他当然是他提到民主初选 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绑在一起的 那这个也是他把他的一个条件说出来 因为他有特别讲 他是说事实上在 因为他跟那个柯市长有见过面 他说因为不管是私下或者公开 那么柯市长从来都没有承诺说愿意柯侯佩或侯柯佩 这就是大家讲的嘛那个柯文哲自头到尾就说我们来个竞赛 竞赛呢如果你赢你选我赢我选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退出 那你今天对柯文哲来讲他很好去决定 我常常讲说因为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所以柯文哲自己说了算 但是你今天大家想一个那个可能的情境 如果最后是柯文哲胜出 然后呢侯友宜退 那你国民党再来选再来推荐一个人 那我看适不适合 对啊 你想想看对国民党会发生什么样的冲击 其实最近有我们有一些人在提醒我 他说这叫做换猴2 就是换猴2.0 就是当时的换柱 因为同样的我们都讲说 因为侯友宜他曾经是 我们全代会所通过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现在不但呢他不能选政 他连货的都不能选 就是你滚蛋 什么都没有 那请问我们要不要开个全代会啊 是不是 既然是你侯友宜说了算呢 还是你朱立伦说了算呢 还是你金普松说了算呢 那今天我们全代会是怎样 所以我们开假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大家会很傻眼 搞了半天我们全代会都在开假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因为国民党终究是有这些程序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侯友宜 不敢去轻言的去承诺说 他完全退出这一场赛局里面 好所以我觉得今天是 侯友宜他提出这样的一个 他的算他的底线吧 那里面他也讲说那不然话 民调一半然后民主初选一半 那显然呢今天 柯主席他的回应都是不要 都不要都不要都不愿意接受 那但是他讲了说 这是大胆欺负小党 这是逼婚 那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双方 都是情绪性的话 其实越少越好 那因为我一在讲嘛 就是说买卖不成仁义在 那就是说今天大家都有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我们也认清事实 但是呢 我们需要的是蓝白和合作 而不是最后蓝白斗 斗来斗去 那些有人说 现在是蓝白拖啊 拖来拖去啊 那拖到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好所以我觉得在 既然侯友宜已经非常完整的陈述 而且等于说三大报都一样 没有哪一个讲的是不一样 没有任何人误解 或者断章取义 那所以现在呢 其实柯主席要不要接招 他要不要接受 我觉得也要充分尊重他 今天也不能说逼着他 你一定要接受 这个侯友宜的这个条件 我觉得不需要 因为在民主的程序里面 他也可以去衡量 以他们政党或他个人的意愿 那么他可以接受 或者不可以接受 真的不能接受的话 那么那对不起啊 我就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嘛 大家仍然是就说好聚好散 那因为你现在讲了太多这些情绪性的话 我不是讲了吗 最爽的就是赖金德 所以你今天发生什么 郑文蔡开房间又怎样呢 对他都无伤 赵天龄又什么那个通知又怎么样 都无所谓 因为对他来讲他稳稳的拿到这个 三成五到四成的选票 反正其他你们就 而且你经过这样的吵吵嚷嚷 只是会使得你们的 大家的那种情绪 双方也都有情绪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最不好的结果 那还不如当初不要搞什么蓝白河了 是不是真的有时候就是后悔 就是真的后悔当初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蓝白河 进入的是一个 就是大家要有诚心 然后尽量释出参应 我还是衷心期待 是能够真的能够合作 但是如果不能合作的话 真的不需要有太多的攻击 因为真的攻击的话 你最爽的还是赖金德 还是民进党 而且搞不好连他的 区立委都因此获利 对不对他怕什么 你现在告诉我 到多少选区危险 他后来以后一点都不危险了 你们两边吵来吵去好了 到时候我们的投票率很低 你不想投我我不想投你最好 那么区立委通通掉下来 全部都给民进党捡便宜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